今天我们去丹麦小镇 快到了 路上遇到的水库 这个小镇基本上都是一些北欧的风格的建筑 哇塞这些餐厅好多人排队啊 小镇长有好几处这样的大风车 是比较地标性的建筑 小镇有非常多很可爱的小店 也有一些这种小的蛋糕店啊餐厅啊 这家的小黄油饼干很好吃 不过还是比较偏外国人的口感 但是特别精致 对我们来说偏甜了一点 这有一个小跳脑市场 这家酒庄的评分是非常好的 朋友说这个每年他农家的评分 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 但是我们今天到的有点晚 天井没有了 瓶酒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几瓶酒带走 好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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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我傷害 那冰染 入睡的生活 鱼� cross ophone 以为而温若 !? 呜呜呜! 我要你捍ón 来 如果敢的你站在这里 连帮亲手却骄傲 在这远方没人陪伴 只有幻想和烦恼 我到小后不敢回头 我不能再见的朋友 有人躲了 有人疯了 看见几个小孩在这里跳水游泳 今天还是蛮冷的 那个船上有几只海豹在上面晒太阳 懒洋洋的 这一船是刚刚钓鱼回来的 这里原本是一个当地非常有钱人的一个庄园 然后因为过世了之后 好像是我的文护成本太高 还是就变成了一个酒店 那些淡花一线的灿烂 是爆炸的烟火 那一团耀眼的火焰 在燃烧着你和我 那个孤明心的恋爱 总带给我伤害 那平淡入睡的生活 因为你而火热 我本人都可以看得到你手中的 我本人都可以看得到你手中的人 我本人都可以看得到你手中的 我本人都可以看得到你手中的 你眼中的小孩 没有好多了 这一天的手中的 你却不想把他 如果真人的眼中的 我很喜欢你手中的 我都可以看得到你手中的